只有什么呢?只有那个利率的部分有小数点 所以这边的话请各位在设计的地方把它改一下数字 全部都数字,不过呢 在利率的部分的话,请各位务必要把它改成小数点 那怎么改小数点呢?特别注意,请你看一下 下方这边有个长枕数,对不对?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呢?这个地方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做双精准数好了 那单跟双的差异就是当然双方的比较大的数字 所以你避免错误的话,你干脆就直接给双精准数的一个小数点 这边就可以变成有小数点了 OK,只有改这个地方,其他都不需要改 那最后的话呢,把它save一下 那存档的名称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存档名称叫做房贷好了 把它存档名称叫做房贷 OK,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assess里面呢 就建立好一个这个 那他问我们要不要组索引呢? 因为我们的资料表简单,我们不要组索引,所以按for OK,好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房贷的资料表关闭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资料表里面呢,就会增加一个空白的 你把他打开来,里面的话完全没有资料的一个空的资料表 所以刚刚做动作,开写ss 第二个空白资料库,名称你把它存在桌面,db1 那个就是一个档案,那个档案就是一个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的话,请各位新称,使用设计检释建立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这个建立那个资料表,资料表的名称的话,特别注意就是分别用复制贴上 把他这个五个栏位名称的放上来 然后呢,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就在这个地方 数字里面的话,改成双精准数 OK,那最后把它储存成为一个房贷 那里面呢,现在完全没有资料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资料从刚刚的Excel写到这里面来 那这样的话就达到什么呢,写到资料库的目的啦 那这个资料库呢,目前是在你的桌面上 你将来可以放在一个主机上面 也许公司里面有个主机的某一个伺服器的某一个位置 那大家就可以连到那边去,就可以做共用存取的这个目的 OK,好,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产生一个房贷的资料 把画面还给各位